奇幻 柳琼 我以不后悔 也愿意为你累 就算不明白错于对 还要为你难以入睡 哦 眼看那夜已黑 你要不要有人来陪 有没有人在你的身旁 他怕你哭 怕你累 人世间情最珍贵 明天却不可怜谁 尝够了心痛滋味 爱你的人或许不在身旁 但心里永远留着一分美 寒冷的风还在吹 思念还为你而追 过去的再不再回来 我只有回到梦里 才能够好好体会 往日的幸福滋味 人世间情最珍贵 命运却不可怜谁 尝够了心痛滋味 爱你的人或许不在身旁 但心里永远留着一分美 寒冷的风 寒冷的风还在吹 寒冷的风还在吹 思念还为你而追 过去的再不再回来 我只有回到梦里 才能够好好体会 往日的幸福滋味 往日的幸福滋味 要说那个王大真嘛 对咱们宛容 还真有点喜欢 要不是因为这个 那天换完灯泡 回去走了 爸 要不今天 您再去他们家 换一次灯泡 你就想不出什么高招来 您这只肉毛 能逮着一只耗子 那就不容易了 您还挑什么呀 我 哄你个臭小子你 好好好 爸爸不打哥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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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画吧啊 大梅勒 你们家这灯泡 怎么老坏啊 现在不竟是假货吗 灯泡质量不好 你看 刚换上两天就坏了 这不又把您请来了 没事 正好我带着婉容出来走走 大梅勒 我怎么听说 你把狗给丢了 是啊 丢了 到现在我想起来 还难过呢 我 那梅勒 狗丢了你没找找 找了 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我就不明白 这狗他认识回家的路啊 他怎么就不回来呢 你别太难过了 婉容也丢过猫 我也到处找 后来有人告诉我啊 有些猫贩子 专门收购这些猫 然后翻到广东去 弄到饭馆里去 做什么龙虎斗给吃了 你说这些没人性的东西啊 这些小动物 你吃它干什么呢 那要是莎莎被人家吃了 那就糟了 你 你别 你 你别 你别 你别别别 还一个我就 来啊 真吵架 我要人吃了 你看这个事怎么 我别别提对的事 一想二骂 干坏事吗 我 我这样能干什么坏事啊 这样干坏事才狠呢 你胡说 我想坐会儿 等着 凉不凉 穿得挺厚的 我想吃香蕉 给我吧 都多大了 喂 哎呦 全是人都看了啊 怕什么 你儿子要吃又不是我呀 你先休啊 好吃吗 你爸去往那儿增加这么长时间还不出呢 是啊 换灯泡也该换完了 平时你爸没什么话说 怎么进去这么长时间啊 那谁知道啊 不会出什么事啊 这么长时间没出来 一定是成了 哪儿这么快啊 怎么 你爸我爸当什么人呢 好 这么一会儿就全成了 咱时候都不想吃了吧 啊 啊 看着又饭坏了 嗯 嗯 再等等吧 嗯 咱师傅 我热坏了 GSA是因为我也看开了 我是一口一口把她被打的 爸 奶奶为什么哭了 我说 叫阿姨 对 听爸爸的 叫阿姨 阿姨 大妹子 别太难过了 没事啊 到公园逛逛 找邻居们聊聊天 咱们这个年龄啊 健康是关键的 不能自个儿找最瘦 也让儿女们省心 你说得对 可是莎莎丢了 我的魂就想丢了 跟着她一块儿跑 习惯习惯就好了 总不能 因为这个事也不过日子了吧 你说是吧 你说得对 边师傅 你看 你来给我换灯泡 我就挺高兴的 边师傅 没事的时候 带婉容过来坐坐 你的灯泡不能总坏吧 灯泡不坏 就不过来了 不 走吧 你去王大臣 留咱爸在那吃饭呢 好 没错吧 边师傅 您听过这么一句话吗 走动是桥梁 走着走着 这座桥就架起来了 你这个说法啊 倒挺新鲜 不过啊 那修桥的不就失业了吗 边师傅 你真有意思 来 边师傅 听说你儿子的文章 经常在报纸上出现 一般般 三天两头登一篇 这小子从小时候就爱写 上初中的时候啊 他在作文参加省里头 作文比赛 还拿过头几名呢 真厉害 妈 你莎莎回来了 莎莎 莎莎回来了 妈 莎莎 你 你看 边师傅 您帮助她 边扔她过来 边扔她过来 边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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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莎莎 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我儿子的名字你想好了吗 我还没想好 怎么还没想好呢 儿子 让你爸赶紧给你想个好名 你再让我想想吧 笑什么呢你 我妈说 你爸给你取名的时候 把整个书店都翻遍了 儿子的名字你得好好想想 那不成 就让我爸再给起个名呢 不要 不要找你爸了 我妈说实在不行 就找个算卦的 儿子的名字 可关系到一生呢 不要像你的名字 就是一个副科长的名 你呀 我跟你说 没准哪天我就能当上政科长 你信不信 咱们儿子的名字有了 叫向正 向正 向正 向着政科长 政局长的方向迈进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 没准我爸会同意的 不要 不要什么都跟你爸爸说 他现在心思要放在王大珍身上 对 向正 听到了 听到了 来 向正 向正 我听到了 真的 向正 他敌我呢 新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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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磊 你看你家找你去呢 没想要在这碰着你们了 六弯呢 六弯了 那只狗丢了 狗 你给我的那只啊 我什么时候送到你狗了 你忘了 你还跟我说 不让我告诉别人师父 这 你得吗 什么 你们家的狗回来了 那 那那辩师傅呢 辩师傅一看见狗回来了 拉着婉容就回去了 王大妹子 王大妹子 你听我说 你别急啊 你别急 改日啊 我替一找便师傅 好 就这样啊 这叫什么事这是 这狗好好的在刘敏家 怎么就不让他跑出来了呢 你真是的 莱莱啊 你们回来了 哎 刘娜呢 怎么了 这嘟嘟的脸 都为王大臣家的那条狗呗 还说那个狗呢 你当时也怎么给人嘱咐的 我跟他说了 我让他拴住 他说狗把绳子给咬断了 要早知道这样 咱们应该嘱咐他 用那铁链的 给他拴住不就没事了吧 妈 刘敏来了 容大都知道了 他说咱俩干缺德事 什么 说咱俩干缺德事 对啊 我说为了他们家好 给他爸爸找个老伴 不感谢我 还说我干缺德事 太没有良心了这个人 妈 你别说了 也是咱们不对嘛 你说 这狗也邪了门 那么远的路 他就能跑回来 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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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篇稿子啊 我已经写出来了 嗯 你给看 这么多啊 真能写啊 我写了三个 您给看看 如果要是您满意啊 您就把它交给 杜副主任 那我先看看啊 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我拿则印拿出去 就一定能打住 杜副主任 这能不能打中 还不完全在您吧 是 哎孙主任 嗯 我想问一下 这杜副主任 有什么爱好没有 你什么意思啊 啊 您是我的恩师 我也不能瞒您了 我是说 想听您出面了 您的杜副主任出救你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这篇文章看了后 再说吧啊 孙主任啊 我给你透露一遍 杜副主任都没爱好 那也是人哪 我明白了 等我消息吧 孙主任啊 你给脑袋上 摩斯打得太多了 杜副主任 也不喜欢画了胡哨的人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老四 颜明家的这篇文章 你看过了 看过了 就是不敢点评 不错 很有点想法 尤其是他明确地指出了 挡件工作 在科普宣传上的关键作用 这也是我 长期以来 酝酿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课题 咱们宣传科 有人才吗 可这个同志啊 长期被搁置在一边 没有您这个伯乐 没有您这个伯乐 恐怕一辈子 也不会有人欣赏他 是吗 这个同志 平时在科里 是少言寡语 兢兢业业 可是对科里 指中业务宣传 不突出政治的做法 是很有意见的 可是在科里 他是孤掌难鸣 得不到支持啊 这就是不突出政治的悲感呀 老四呢 咱们都是老党员的 只要在工作岗位上一天 就绝不允许在科普宣传上 看不到党的形象 您放心吧 有颜兵佳这样的同志在宣传科 党的形象是不会丢掉的 这样很好 我要见见严明佳这个人 跟他好好地谈一谈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要给他一定地施展空间 切 wins 我都就不认为肯定 身材织地区 张冲克 真正 我是万物事 要你们科的严明佳 过来一趟 好好好 爹 帮我上去的 帮我上去的 好 我马上去啊 好 表哥让我 办公室要消炎去的 你说什么事 办公室要消炎去的 你说什么事 刚才是在我准备 就是这样 衣着要朴素些 思想要活跃些 这就是杜副主任 对夏季的要求标准 记住 杜副主任 是个非常讲原则的人 在她的面前 要做如钟 斩如松 少说话多点头啊 好 孙主任 您还有什么丰富吗 还有 对杜副主任不感兴趣的问题 你要表现出强烈的反应 甚至可以激动一些 好 去吧 杜副主任 正在我里等着您的 孙主任 谢谢您啊 去吧 回来回来 去吧 那我走了啊 好 整体情况就是这样 进 科长 您找我 走 走 刚才啊 听老何跟我说 党办把严明家叫走了 好像严明家事先还有准备 你说会是什么事啊 不会有什么事啊 是不是他犯错误了 不是犯错误的事 我说我觉得这事不那么简单 按理说这个党办 要了解宣传科的情况 他的起码要找你们俩 不是啊 且隆不上他呢 是啊 那要不 要我们这些科长干什么呀 科长您 您别多想 我回头问问严明家 要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我正在查资料 坐坐一会儿 不不不 你忙 不是 你说这老变 就是不长心眼 来 瞎忙 来来来 好酒 好酒啊 来 孙主任 来来来 买尝 小言啊 这杜副主任找你谈完话以后 感觉怎么样啊 数据心里话呀 这心里啊一点点就没有 这不我还正想问您呢 非常好 是吗 这杜副主任啊 对你的印象好极了 他说你 思想活跃 头脑灵活 说你是难得的人才啊 是 说呀 都是您的功报啊 要没有您呢 我跟杜副主任 连画都打不上 来来来来来 咱喝一杯 小言 我给你透露个秘密 什么 杜副主任 想让你当他的一个 心腹 再宣传课 明白吗 孙主任 您能不能把话 再说得明白一点 你是个挺聪明的人 你想啊 这宣传课是杜副主任 直接管辖的一个课 王科长已经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了 提拔变容当当副科长的那个张副书记 也调走了 再也说了 领导对他的印象也不怎么样 你说 他还有戏吗 这个变副科长 怎么得罪了杜副主任 一个是他丈母娘来闹事 再又 领导觉得他呀 工作没有魄力 不肯打人 哦 我明白了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我在生产茅台酒呢 多了多了 其实我哪有那么多钱 整天地伺候那帮孙子喝酒 你不怕他们喝出假酒来啊 谁说我这是假酒了 我这可是正宗的散中高粮酒 沈沈 你知道 人的致命的缺点是什么吗 嗯 不知道 就是爱好虚荣 我再问你 这个人哪 最有用的武器是什么 那就是喜欢吹捧 像我们的孙主任 这个自命为酒仙的人 你就要给他吹捣到一定的程度 你给他即使喝的是假酒 他也说这是好酒 他瞒你能的 我跟你说啊 常在河边走没有不识鞋的 我还就是不识鞋 你说 谁敢说这不是茅台酒啊 是不是 今天啊 我们的杜副主任 嗯 怎么了 今天终于见我面了 真的呀 这魔剑十年哪 朕毕业晦草 这科长的位置 就为期不远了 就凭我的能力啊 啊 再过几年 当个处长 局长 再弄个部长当的 嘿 你呀 你就且等着想服务 我等着 今儿给的老百姓呀 真真高兴 你还要凭我啊 你还要凭我吗 够我这帮孙子喝的了 老辩 最近呢 我听到点风声 杜副主任想以咱们科为基础 开展党建工作 要把党建工作贯穿到科普宣传中去 可是啊 那天阎明佳让我帮她写篇文章 就是您说的这个内容 有这事啊 对啊 这不是和杜副主任的设想 吻合了吗 对 你不觉得咱们两类科长有点被动吗 这有什么被动的 他说杜副主任他怎么想的 他也没跟咱说呀 顶多说咱俩跟不上他的思想 应该没事 你啊 想问题就是简单 跟不上 跟不上就得让让道 这还不简单吗 当然了 我没什么 马上就要退居二项 我说的是你 科长这没那么严重吧 你看 来 喂 宣章哥 孙主任哪 您有什么指示吗 什么 让我和便副科长马上到杜副主任办公室去 好好好 我们马上到 我们马上到 同志们 我们的两位科长啊 被杜副主任请去谈话了 我估计啊一会儿就要有重要指示传达下来了 重要指示 我跟你说 这领导说的话没有一句不重要的 这说什么话 这叫领导 新官上任的三八户 他肯定得人无人流得玩点什么 这个叫胡乱整能出手 喝 哎 明家 嗯 你这个老官很聪明啊 你觉得这个杜副主任能够出一个什么新的课题 我又不是什么诸葛烈啊 我又算是什么人 哎 我听说啊 这个杜副主任啊 一点科普不懂 你说 你会问他这瓢虫是害虫还是义虫 恐怕连这都不知道 你说就这么个人 他能有什么新想法 哎 这这 你这自由主义有犯了 啊 这隔窗有耳 知道吗 你这话一番话传给杜副主任 你想他吃不到兜着总 明家 明家 嗯 这小庆说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的宗旨就是 领导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不过 我也劝大家一句 不要在背后议论领导 也不要在背后瞎猜什么 至于领导有什么新的精神 一会儿两位科长回来 不都全清楚了 是是是对 会清楚的 哎 明家 这 我们感觉只要这两位科长不在 嗯 这个科就给你管了 哎 什么时候宣布的 我们怎么不知道 老何 老何 你别把我捆认好不好 没有 我这是严肃工作纪律 我也没别的意思啊 是是是 就就得严肃工作纪律 是吧 你你上班时可以看报纸 我们也就是说说跟工作有关系的话 大言 我说你能不能别太敏感了 现在又不是文化大革命 背后议论几句领导啊 也不犯法 再说了 昨天你还聊你老婆买化妆品的事呢 今天怎么就严肃起来了 这领导啊 是人民的公仆 这人民议论议论自己的公仆 何罪之友啊 好好好 你们接着议论啊 想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 行了吧 小言 你也别置气啊 刚才你说的话 是让大家听着有点不顺耳 我劝你啊 以后把心思啊 放在咱们科普宣传上 多写出一两篇好论文 也像人家便副科长那样 咱们科不就更上一层楼了吗 老婆 你这样批评明家是不公平的 虽说明家写不出什么好的论文 是吧 但你想想 咱们科那个芬芳芳案 这不就是小言替王科长写的吗 写得多细眼多精彩啊 你们起婚是不是 这调整分房是领导的决定 变副科长是高姿态高风格 我有什么错的 这开始我也是退出分房的 这是后边一情况有变了吗 把本来可以分给变副科长的房子 被你抢走了对不对 你胡说 我胡说是不是 行了 小言 你做的那些事谁心里不清楚啊 别自作聪明了 你小姐还能过去吗 这是严明家写的一篇有建设性的文章 你们拿回去好好看看 我们回去一定组织学习 您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具体要求吗 我已经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也就是说 把这篇文章 作为你们宣传科的思想指导 当然了 这个过去嘛 也走了点弯路 这也不怪你们 现在呢 我调到科伟来 就是主抓这方面的工作 那就应该有一个崭新的思路 王管长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 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新思路去做 为了适应新的思路 在人生安排上 我有点想法 王科长啊 你还是主抓全面 这个便副科长呢 分抓业务 党的建设思想工作 由严明家同志来抓 看看 你们有什么意见 要是没有什么意见 那就向科里同志宣布 东副主任 那我回去跟科里同志 怎么宣布 严明家的职务呢 这职务呢 还是科员 可以代行副科长的工作 就这么决定吧 你们走吧 来 喂 给我找孙主任 活该 我那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让你不要踢排行驾 你非要说是举手之劳 这下可好了吧 你把人家都举起来了吧 你傻不傻 你真是个大傻瓜 气死我了 不行 这事不能这么算了 我得揭穿他 揭穿 揭穿 你怎么揭穿 你跟领导说这文件事 我写的谁信啊 那就这么算了 那你说怎么办啊 窝囊 你窝囊死了 早晚有一天 人家领导了你 那不一定 那我们科有六个人 那能有三个科长吗 人家怎么叫三个科长 把你踢出去 不就剩两个了吗 你琢磨什么呢你 把我踢出去 那上班交代的任务 不还得我写吗 就你会写啊 领导说你不会你就不会 你还把自己当宝贝了 早晚有一天 你还把给你撵出去了 那你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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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冲我嚷嚷 嚷嚷什么呀 就窝里横 你真是 我还做下周了 真是 你做什么 你别这样对我嚷嚷 行不行啊 我就真的不明白 那个严明佳 连个干部都不是 他怎么能负责 你们科里的重点工作呢 那他不是有领导 在后边给他撑腰吗 他有 你也有啊 你们单位的讲处长 不是挺欣赏你的吗 他主管人事的 你去问问他 咱们也得知道一下 换一个思想准备呀 师兄 那我明天去找他 你说 你说一个人没有疾病 他能不能处责 客里的领导工作 你说严明佳吧 是 都副主任让他做 思想宣传工作 你的网上不都同意了吧 都副主任问我们 同意不同意 那我们也不好反对啊 那就只好同意了 你看人家都副主任 征求你们的意见 你们心里会同意 和嘴上说同意 有意见不提出来 那就没办法了 至于颜明佳这个人哪 都从刚来不太了解 我想迟早会了解的 老编 我也要调走了 您也要走啊 这样以后咱俩来往 不就更方便了吧 那倒是 对了 小哥来信了呢 真的 问你好 他怎么样 他 什么 江处长又调走了 容大 你算完了 蕾蕾 好怕 怕 怕 妈妈 回回家 来来来来 不怕 不怕 咱们上医院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好 来来来 好 来来来 好 容大 不行 不行 听我说啊 为了圆明佳这帮八蛋 惊吓了咱儿子不值 我不 我不是为了他 我不做容大 我跟你说 你什么时候 才不这么窝囊呢 爸 我都不窝囊了 我都不窝囊了 你动我胎气 影响咱儿子健康 我睡一会儿吧 那你别 妈 我躺一会儿 来来来来 没事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怎么着 孟大 你在我身边 我就不害怕了 你这还真不错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是耳中的同学啊 带我来吃过一次 来 我跟你说 这个地儿的菜味 还真不错 摩托不得 诶 科长 说到十二钟啊 我倒想起 一个事情 我必须马上 要跟你汇报一下 嗯 我同学说呀 他们学校 要成立一个尖子班 尖子班 尖子班 想把出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单独成立一个班 采取啊 全封闭式管理 吃小糟 哎 我说少爷 你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 让我儿子进到这个班 哎呀 这可不像上次啊 您儿子进那个重点班 这次是重点班的重点班 哎 您想啊 教育局写条子 关系户脱熟人 这非打不脑袋不可呀 那还用说呀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也得想办法 小爷 我感谢你一辈子 哎 课长 您这个事还真是难住我了 哎 哎 好吧 那我 全力以赴 行吗 哎 好好好 嘿嘿 那我就太谢谢您了 哎 我买单啊 不不不不不 课 课 课长 一马是一马呀 我请课长吃饭 怎么能让您买单哪 课长 好 只要您哪 在今后工作当中啊 您多多支持我 我就感激了 你放心 我一切给你开绿灯 哎 老便 最近有点情绪 而且还影响到其他同志 你别管了 我来做他的工作 我倒是没什么 就怕当务工作 影响您的业绩 这个老便啊 也真是 看到别人进步就嫉妒 这哪行啊 哎 你可别受他的影响 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坚决支持你 那就太好了 我有课长您的支持啊 我的底线就更足了 来 课长 咱一言为定 这笔酒我敬你 这笔酒我敬你 我们就这样不断增大余的量 你们好 现在做好准备了吗 我们现在做下 沈沈 嗯 咱家村者还有多少钱 还有一万块钱 明天取出来 我急等这八千块钱啊 有急用 干嘛呀 取八千块钱 送礼啊 孙主任的老婆明天过生日 过个生日你要给八千块钱 两百块钱还差不多 有你这样送礼的吗 你呀 就是头发长见识图 你说明天我拿八千块钱 去交给孙主任 我就说 孙主任 我贿赖贿赖你 你赶快帮帮忙 把人民给我弄下来 行吗 这人家非我急了不可 再说 咱这不是借着他老婆过生日 找个借口吧 那八千块钱买个副托长 值吗 太值了呀 这有了副托长 才能够当政托长 这当了政托长 才能够生处 什么呀 什么呀 我就是说能够当处长 之后当局长 弄得好啊 还能够混个部长当了 这当官啊 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了 这结婚在等着我过幸福的日子 好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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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子 我告诉你啊 别说包子打狗 你给我白扔出去 来 这哪最狗白扔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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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